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孜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桃图新闻来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升温 竟然有网路诈骗大发疫情财 台中市行大集结获民众检举了 在网路上抢购快筛试剂 还有新冠肺炎特效药 结果花了上千元寄来的是水杯 甚至是塞满废纸的空盒子 回头发现网站已经删除 这下不晓得该向谁求场 网路抢购快筛试剂 这名网友一口气买了15支 花了1300元 结果寄来这个东西 你没看错 两个商务水杯还是简体字的大路货 这个更夸张 乌性网路广告民众遭诱骗至假网站来下单购买 结果白花花的钞票换来 民众事后却收到 一直塞满废纸的一个空盒子 疫情升温确诊人数越来越多 民众抢快筛试剂 正常通路药局开卖经常是不到一小时秒杀 而其他通路也常抢不到 就看准民众对疫情的恐慌 网路诈骗趁虚而入 但其实医疗药品本来就不能在网路上贩售 还有像这样的一页式广告更要特别小心 疫情下大发灾难财 网路诈骗瞄准民众抢便宜抢限量的弱点 现实特价倒数计时 下回在网路上被推播这样的广告 记得先别冲昏头 静下心想一想 才不会落入诈骗陷阱 民众接触确诊或有感冒症状 大多会买快筛试剂在家来检测 但是裁剪鼻咽黏膜 对智能障碍及身障者的学生来说 却会产生很大的心理恐惧 立委高红安就携手爱心协会还有企业 捐赠唾一快筛给新竹特教学校帮助防疫 乡中装满快筛剂 有鼻咽试剂也有唾液裁剪抗原快筛 全市爱心团队要免费送给新竹特殊教育学校 提供学生防疫快筛使用 唾液筛剪的这个部分在现在呢 其实台湾还没有引进太多 目前是只有一两家的厂商有开始在做进口 那在国内的量还没有很多 所以这一次确实也非常感谢 这一些民间善心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能够愿意来捐助给我们新竹县的特教学校 让他们的学生可以拥有这种脱衣筛检的方式 能够快速的把这样子的一个感染源给找出来 那因为对于我们中中度的孩子来讲 那要用鼻腔的方式 其实来去裁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因为有学生会动来动去啊 然后就不太能够去裁剪就会比较准确 那所以这次有快筛式剂的话 让我们的那个孩子可以使用唾液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真的也非常的谢谢 疫情延烧新竹县确诊数每天都在增加 又以竹北市超过700例确诊最多 考量特殊学校全校194位学生 都属中重度智能障碍和身体特殊性 裁剪鼻烟粘膜剪体时 学生往往抗拒 让协助者难以顺利完成 帮助减轻心理恐惧感 也达到防疫需求 立委高红安就攜手台湾民众党 新竹县反污染药健康协会和瑞成不动产 共同捐赠140剂脱衣裁剪剪剪剪 和100剂鼻烟试剪 240剂快筛套组 能在疫情期间帮助生长防疫顺利裁剪 非常多的孩子其实在这个筛检的部分 确实是会有很多的障碍 那他们在鼻腔筛检剂的使用上面 会有一些困难 那是非常需要非常多的人力跟关心 才有办法完成的 所以非常感谢这一次各界三星人士 对主体孩子的照顾 不需要反复摩擦鼻烟深处 唾液快筛适合身心障碍裁剪 与鼻烟快筛一样 静止15分钟就能看到结果 让每位特教学生平安健康度过疫情 好来看到新竹县确诊破2000例 光是在竹北单日就有800多例 占了三分之一 施工所清洁队持续每天来消毒市场 还有车站学校及公园 加强人潮较多的地点 而快筛阳性垃圾也提醒要站至家中 再由环保局专门清运 穿上防护衣背起装备 竹北施工所清洁队 每周定期消毒不中断 要让居民在疫情期间都能安心生活 降低病毒传染机会 疫情爆发以后 我们市场固定的竹北的三个市场 新社竹北还有人艺市场 我们是固定一个礼拜 一三五三天来做这个消毒 那目前没有宣布足迹跟确诊者 那我们这边 竹北施工所的消毒大队 就是针对我们有确诊的公家机关 像包括警察局 邮局 学校 他们都会来跟我们施工所 这边来做联系 那我们这边也会马上派出 我们的 清洁队的消毒队 来进行整个环境的消毒 4月25号起 不再公布确诊足迹 民众上班上学或到公共场所 都暴露感染风险可能 维护公共环境安全 施工所统计去年2月到今年4月 已完成消毒地点 总数超过891处 现在每周固定到三个公有市场 喷药三天 针对台铁车站 28所国中小高中 与全市206座公园与景点热区 都持续加强 而随居家检疫 隔离或照护人数变多 防疫垃圾怎么丢 快晒四季阴性 可当一般废弃物处理 阳性用密封袋装好 与生活垃圾一起装袋 其分满 暂时打包放家中 隔离期结束 由环保局专门清运 在居家隔离期间 就是尽量 就是能够有家里空间够的话 就放在家里一个地方 然后不要装太满 装气氛满就好 然后不要挤压它 如果说有尖锐的物品的话 我们用报纸先稍微 把它打包好 然后再把它装 如果说发售会有汤汤水水的 就是再套一层塑胶袋 然后把它绑紧 然后等居家隔离期满之后 如果快塞是阴性 那就可以当成一般垃圾处理 那如果快塞阳性 就要通报这个环保局 朱北市清洁队员195人 每天3到6人专责执行消毒 就算病毒看不见 只要公共环境彻底清消 民众也做好自我防护 就能减少疾病扩散 台中市的空气品质改善了吗 根据行政院环保署的数据 台中今年第一季PM2.5的平均值 仅仅17.4维克低于全国平均18.2维克 也创下空污剂历史新低 而相较于各县市 32%的改善率也是全国第一的 更连续获得环保署考评三年特优 科技侦测导入空拍机 及时监控污染源 还有这一个空气品质微型感测器 监控环境中的空气品质 智慧辨识奏效 不只让台中市扬明国际 获得2022年度智慧50大奖 更连续三年 在环保署考评当中拿下特优 包含空瓶感测器物联网 机车污染AI车牌辨识系统 两大项目 成为台中市防范空污的一大亮点 更首创汽柴车判烟系统 市政会议上环保局进行专案报告 打出蓝天白云行动计划 五大核心从五媒台中到污染源控管 减碳牌智慧低碳交通等等 多管齐下 而交通运输工具也是一大亮点 鼓励电动车上路 台中市电动公车数量 2021年197辆是全国最多 到2025年目标640辆 2030年将会全面电动化 而电动车的充电站622站也是6度最多 电动机车换电站充电站 战术也名列6度第二 我们知道这不只是充电站 这将来是一个能源的储存站 而空气品质真的变好了吗 数据显示台中市的空气品质 1月到5月同时期 AQI大于100的天数 从18天大幅减少7成 今年只有6天 从刚才的报告大家可以看到 数字会说话 不过另外一方面 这样的改善够不够呢 不够 我很高兴刚才听到我们 陈宏毅局长提到 就是我们的PM2.5 短期内要达到国家的标准 15维克 实现改善空污的最大承诺 市民面前寄出数据成果验收 空屏改善数字是否真正体现在生活当中 让市民呼吸到好空气 就看全民是不是真的有感了 台中市今年1到3月份 因为酒驾致死的人数一共有8人 避免汉市一再上演 酒驾新法在3月底上路 台中市也在日前跟进了 公布第一波酒驾累贩的名单 两人姓名照片通通上传到公告专区 希望达到贺阻作用 远近篮下车辆盘查全人驾驶有五酒后上路 统计台中市今年1到3月酒驾致死共有8人 交通局日前公告首播酒驾累贩名单 希望达到贺阻作用 公布的话当然是好 对于酒驾的累贩当然会比较有些警惕 基本上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赞成这个策略 因为就是因为为了自己的 为了别人 为了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是非常赞成 首播公告的名单共有两人 一位在龙井和乌日违规酒驾被拦查 另一人则是在北区还有北屯区 有违规酒驾的情形 两人都是累贩 109年第一次酒驾裁决后 又在今年4月初酒驾被抓 交通局公告驾驶人全名照片 交通警察大队从3月开始 针对亦发生酒驾时段路段 该以24小时全天候机动全面巡守 统计从3月底到4月底发生的死亡车祸 跟去年同期相比少了两件 我们在这些防治的作为 到目前我们统计了3月20 3月31号一直到4月30号 在防治酒驾造势的这个部分 死亡的人数已经减少了两件两人 酒驾零容忍交通局跟进公布酒驾各资 姓名照片通通一览无遗 再将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走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竹县新普板条全台有名 每到假日游客涌入车大多会停在店家多的中正路 即使路边有停车阁 但围停严重 有的这个汽车停机车阁 有的是停在红线和路口都增加了危险 警方就加强取地了 今年已经开出140张网单 下着大雨还是有不少民众乱停车 甚至堵住了半条马路 新普镇中正路上商家多 尤其是假日游客来一场特色版条料理 车潮涌入违规停车更多 今年取地围停已经高达140件 近来有民众反映假日新普中正路车潮涌舍 对此警方观察到中正路用餐民众 与进出阳心路用路人彼此交之所致 因为新普为传统小镇 早期道路规划较为狭窄 交通运输负荷量较低 警方针对违规停车情形 于用餐时段编排交通疏导情务 截至目前为止 今年已取地140件 市区核心道路中正路 是十多公尺宽的双向两车道 从一鸣路口到田兴路口 两侧化设汽车格共100个 机车格近300个 彼此间隔方便车主停路开走 但民众贪图一时方便乱停多 包含汽车停机车格 停在红线路口和公车格 不仅骇的车子出不来 更容易导致视线死角与危险 警方在4月30号检举新制上路后 加强取地违规和劝导 引导民众往前再找找停车格 或是转移到附近停车场 疏解车潮 中正路沿线汽车停车格 有近100格 在此呼吁民众 如果是来新浦用餐 可以多加利用 或是福德街的四处公共停车场 停车格数也约300格 步行三至五分钟即可抵达中正路 不仅可以避开中正路假日 也能更深度游客庄 桃园市在109年底到110年初 遇到了百年大旱 十门水库蓄水率一度值剩下7% 市府紧急启动抗旱对策 成功挺过了旱情 而金发局将这一段抗旱经历 卸入专输 286天迎战百年大旱 留下珍贵的影像和文字记录 我们当时因为预警到这个情况 影片中市长娓娓道出 109年底桃园面临到的百年大旱 109年9月开始 桃园连续9个月没有下雨 隔年5月 十门水库蓄水率仅剩7.66% 创下百年新低 市府超前部署启动抗旱工作 每周与各单位召开会议 严拟抗旱对策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其实市长几乎34次的会议里面 应该至少有34都是亲自主持 而是从头到尾来主持 那相关的策略 相关局处的策略 他都是这一次提出来 下一次他就要验收成功 单气抗旱过程 水理署分数帐黄宏甫历历在目 民生农业工业用水冲击 接踵而来 还好透过中央北水南调 地方启动地下水 皮糖水等备用水源 才顺利挺过缺水危机 市府将这段抗旱经验 汇整成专输 286天应战百年大旱 分享抗旱经验 那调度备源节水 各种方案都要用 未来我们的气候变迁的挑战 是很大的 我们希望未来朝向 永续农业 以及绿色生产 还有节水科技 几个方面的发展 未来桃园将推动再生水计划 加上水源调度及开发 让供水更加稳定 成为防灾日性城市 台中市后里区贾后路二段721项的路口 因为一旁有灌溉沟渠 又加上路口斜坡狭窄 导致相会的车辆 一个不注意就会发生擦撞事故了 甚至前阵子又有死伤案件 因此地方民待争取300万的经费 要来施作板桥 并且将这个桥蹲截脚 放大路口的路幅 车辆来的往往 项口也时不时有出入的车辆进行转弯 不过仔细一看 未在后离区甲后路二段721项的路口 狭窄优斗 导致当地车祸频频发生 安全受到堪忧 在这个狭窄的地方 你要那个桥面一定要把他盖平 然后算是进来的车子 它有一条通道可以进来 出去的时候 它有一条通道可以在那边等待 第二项要经过后离区这里 就会有高低落叉行行 那民众在这边要出去 项口又窄 所以非常的不方便 国四神岡交游道联络到后离区 影视作路敲需要电高路基 造成两侧向道高低落差 其中甲后路二段721项旁 应有灌溉沟修竹 路口斜坡较为狭窄 四年以来汇车不易 又加上桥敦突出 经常转弯相会的车辆发生查状事故 甚至还有死伤发生 让当地70多户的居民相当困扰 因此在立委杨崇宁的争取下 初估花费300万 要来加盖施做板桥 并将桥敦踩截除锐角 增加路口路浮 大家有个结论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路口 把这个路口来稍微调整 来跟它放大 来跟它放大 那现在呢 是倾向于说用截角的 然后做一个那个喇叭口这样子 然后做下来 再来就是这个路面 因为它会有一些高差 所以再稍微拉长一点点 工程预计年底完工 在试作方面 也不会破坏原有提防影响的 铜水断面 届时完工后 不仅汇车更顺畅 也不会再发生车祸 造成伤亡 桃园市中立区的财神大楼 多次发生火灾 有公安疑虑 所有全员配合双铁共购工程 进行都市更新 顺利筹组都更委员会 可以向中央迎建树 来争取到600万元的 都更事业计划补助 未来的财神大楼 渴望翻新 为地方再创荣景 2021年高雄 城中城大火 造成46人死亡 43人受伤 这起重大意外事件 让老旧建筑安全问题 扶上台面 而为在桃园中立的财神大楼 它的结构跟城中城 几乎相同 因此推动大楼的改建 是势在地形 桃园中立火车站旁的财神大楼 是一栋40年的老旧建筑 过去曾经风光一时 但随着商圈位移 光景已不在 多位地主合力推动都市更新 进度始终至爱难行 就在高雄城中城发生大火之后 让进度向前推进一大步 现已顺利筹组都更委员会 渴望获得中央营建署 600万元的更新事业计划补助 它是一栋RC的构造物 也蛮久了 主要是使用的复杂性 以及非常的老旧 那它是一栋住商混合的大楼 那有必要赶快接着来办自主更新 因为它跟曾经风产 其实是有相关的 相当的一个类似这样 距离中立火车站 双铁共购完工时间还有六七年 足够争取时间整合 进行周边各项计划的推动 桃园市捷运工程局 也破坏城市愿起 未来中立车站周边景观 将会有很大的改变 中间的地方就是中立火车站 那这一边全部都是大楼 所以未来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商业行为 跟城市景观风貌 都会改变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比较偏向于 像新北板桥新车站 那个站区的一个发展 我们都规划地下室 跟捷运是连同的 交通重大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中 城市景观正在改变 各项推动中的更新计划 也得跟得上脚步 才能共创美丽的城市愿景 苗栗县头奔市公所陆续活化 辖内多处闲置的空间 打造为休憩场域 最近也选定在新华高铁桥下 还有柯东二路桥下 规划小心push bike游戏场 预计建制包含有长滑梯 鸟巢鞦韆体建器材 植栽林道等设施 达到全民全灵乐火目标 提供市民朋友运动健身 也善用空间打造休憩两道 头奔市公所规划在新华高铁桥下 及柯东二路桥下 中正一路408项一带 将长期杂草丛生的状况重新整理 拟设置油气休憩设施 目前计划已有初步规划 我们头发实在真的是用地太少 所以也极尽可能有好的用地的话 都要善用 那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高铁桥下 新华高铁桥下 也准备来设置一个我们的儿童 还有就是说老人家一些的油气 然后一方面也是把环境整理干净 那这一次最重要的特色 我们是地形地势的关系 我们会从中正路那边开始 因为它是有一点的降坡 所以在那边会设置一个很特殊的滑梯 溜滑梯 这应该也是算全国的首创 受到地势地形的关系 游戏场将依现有地貌建制 工程计划主要针对亲子方向着手 预计导入时下流行的滑步车公园 长行溜滑梯 破免修气 荡秋千 及跳装游戏区 另外还特别规划以处体建修气区 老幼共荣 针对这个高铁桥校环境的改善 是针对老少都有 兼顾在这里面 所以说这边我相信 在完成的时候能够带给我们 新华北边这边的一个亮点 现在的小朋友的学步车 Pushbike 这个的话我们也会再把它纳拼进去 因为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的老少亲子 尤其现在大家都蛮重视 亲子活动 那爸爸妈妈都下班 假日都可以来 甚至阿公阿婆带着来 阿公阿婆也可以做体建设施 活化桥校空间所规划的多区块亲子游戏场 还会结合既有领导与植栽加强绿美化 届时工程顺利推动并完工 将摇升成为新华社区的崭新亮点 并表示感谢 斑马线上要快步走 不要滑手机 不要聊天嬉戏 开车预路口转弯时要摆头观看 以避免A柱遮蔽视线 汽机车应与斑马线保持距离 并让行人优先通行 遵守路权行得安全 交通部道安会苗栗县政府媒体事务中心关心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面对超高龄的社会 骨质疏松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 尤其停经后的女性要特别留意 世界卫生组织开发一套问卷 从年龄BMI还有家族骨折史等等 初步评估骨折风险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50岁以上的国人男性有四分之一 女性有三分之一会罹患骨质疏松 更要担心的是正没有征兆 往往等到骨折之后才会发现 因此如果符合几项条件 建议提前做检查 第一个是停经后的女性 都可以考虑做骨密度检查 第二个是65岁以后的女性 不管有没有停经 一般来说也是骨质疏松的高风险群 再来是大于70岁的男性 如果我们医师判断 临床上有这些骨折风险因子的话 也可以考虑提前筛检 所谓的骨折风险因子 就包括年轻时发生过脆弱性骨折 肋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因为病情需要长期服用肋固醇 肾脏功能有问题 或是营养吸收不良等 针对这些潜在的高风险族群 民众可以透过世界卫生组织 开发的问卷评估骨折风险 Flex问卷是一个经由国际的标准的方式 它去评估说 其实它会按照不同国家 不同族群的人种 它有一个不同的风险计算公式 从年龄BMI指数 家族是否有髋关节骨折病史等 计算初步的骨折风险 如果评估出来例如说是中风险的 有时候我们就会再加上骨密度检查 尤其是骨骨颈 它可以去测骨骨颈部位的骨密度 藉由这些以上的这些因素 总共加总起来做一个风险评估 那一般来说 如果算出来我们的髋关节骨折 10年骨折风险大于3% 以及主要骨折风险大于20%的话 那基本上就可以判断成是骨质疏松 要预防骨质疏松可以从饮食下手 像是黑芝麻 牛奶 海带 豆腐 还有绿色叶菜类就富含钙质 另外维生素D也是重要来源 来自于深海鱼 例如说鲑鱼 然后再来是 还有一些其他鱼类 秋刀鱼 然后再来是黑木耳 那植物性的维他命D来源的话 可以用晒干的香菇 这些都是维他命D来源 比较丰富的食物 但是维他命D 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维生素 它其实要经过身体很多道加工处理 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 晒太阳也会制造维他命D 戒严戒酒跟保持运动习惯 也能远离骨质疏松 面对超高龄社会 共同对抗骨质疏松的威胁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两年多 许多企业必须专形成数位化经营 才能存活下去 不过以往人力配置 缺乏的数位化人才 让企业是很头痛的 还好最近新开的直讯课程 云端网馆与资安班超级热门 学员们还没结训就有多家企业来挖角人才 劳动部开设职业训练课程 其中云端网馆与资安班 已经连续开设二十多年 随着技术推陈出新 课程也不断升级 吸引不少有转职需求的老公参训 本身不是本科系 然后来这边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开始就蛮吃力的 就是都跟自己不同领域 但是就是有兴趣就是学习 然后这边的课程就是很扎实 学到很多东西这样子 刚刚老师有提到说已经有企业来挖角 你已经准备有工作了是不是 自己面试 自己面试已经上了这样子 有想过其实还蛮顺利的 在差不多只有上一半课程 然后就已经可以转到别的地方来工作 就是这边教的东西就是很扎实 就是也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企业也有认可这样子 陶竹苗是IT产业的大本营 急需网络系统资安云端管理人才 半年的训练课程协助学员考取证照 成为企业抢手的人才 就是想看可不可以再增进自己一些相关的技能 让自己可以有比较好的基础 然后一律我跟就业市场的衔接这样子 那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帮助 有 那在训期间呢我也蛮有学到 然后也可以让我可以顺利考到三张证照这样子 那这边环境也很好 要看到后面有整排的实际可操作的伺服器 那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 对 那这给我们不少的帮助在考证照这条路上面 另外物联网开发与行动装置应用班 培养软体开发程式设计等也是未来趋势 疫情的关系 然后很多企业他们的那个网路架构啦 或者是那个云端架构都需要做调整嘛 所以他们加快了数位化的脚步 所以他们需要有这一方面的 就是比较能力比较强的人才 那我们这个班刚好符合业界的需求 所以学院还没结训之前就有很多企业 真的来整才 然后真的来挖角 一般来说资安城市设计等月薪约三到五万 随着年资逐年成长可达十万以上 成为民众进修或是转职的首选 新竹县校园社团才华洋溢 吉他社 嘻哈社 还有蔓延社 什么都有超过五百五十个 将近三万名学生参与 而现幅就推出了社团新干线系列活动 除了有活动经费补助 还要办联合展演迎新干部训练等等 又来激发青年的学习热情和潜能 明星科大学生用管乐演奏轻快主题曲 带来青春活力 像这样的生活园社团 新竹县高中值和大专院校超过五百五十个 县府就推出了社团新干线 针对惩发剂 交接剂 隐心剂推出系列活动 我们社团的补助最少两万块 最多八万块 第二个我们提供 竹北第二运动场三间的教室 由这些社团来办理各项的活动 展演训练之用 而且是免费提供 第三个我们透过这样的社团新干线 我们也特别的来安排这些干部的训练 隐心的活动 嘻哈社 蔓延社 吉他社 魔术社 滑板社 什么才华都有 十所高中值和四所大学全都来了 一一贴上校名 热烈加入 除了社团展演 赔力 竞技等 都能申请两万元到八万元的补助 以由五件获得通过外 五六月将推出联合展演 七八月干部训练营及陪力课程 八月跨校影片拍摄串联行动 九十月联合移星 要发掘学生的兴趣和专长 也将开放竹北第二运动场教室 免费提供社团活动展演训练 那干部的学生也透过这些 可能体验营的方式 或是干部训练的方式 都可以能够更清楚知道 社团怎么样有效的运作 跟怎么样可以增能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即将要提供 一个社团展演的空间 在我们的第二运动场 让我学到了很多筹办活动的相关经验 像是如何去安排时间 做彩排一个时间上的安排 如何筹办活动以及安排时间 学生都说学到了很多 县长阳文科带领学子进行 新竹校园社团大联盟成立签署 象征社团新干线解航 要来大整青年朋友的无限潜能 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有两年没有举办实体的毕业走秀了 今年总算让学生们来圆梦了 以动态走秀和静态作品的呈现 将学生们四年来的所学展现出来 无论是服装妆容还是整体设计都令人惊艳 等了两年正修科技大学化妆品与时尚彩妆系 用一些口舌言语上的一些争执或者是束缚 捆绑的感觉都有 使用了就是这一两年来冬季比较流行的羽绒服的元素 作为我们整体服装的参考方向 除了令人惊艳的动态走秀 也结合化妆品组的毕业制作 将六组同学所研发出来产品一一展示 像是利用玫瑰 酪梨 木鳖果等等植物 萃取出天然的成分 制作出各种保养品和化妆品 展现 研发成果 主要萃取东西是酪梨 然后我们有分香氛蜡烛 紫人油 发油 及按摩油 就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好 对 然后油脂也比较多 比较保湿 所以就会利用在按摩油跟发油上面 我们是研发私密处的产品 跟洗墓系列的产品 采用一个台湾的新兴农业叫木鳖果 那它的胡萝卜素啊 或是茄红素都相较于 其他一般蔬菜来的糕 我们主要萃取是它的果皮 然后它的果皮是具有抗氧化成分 相较于维生素C的话 其实它的抗氧化能力都相较于差不多 毕业成果展透过动静态的方式 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实物上的经验 将专业技术与知识结合 把学生在大学四年的成果展现出来 在我们的化妆品上采装系的教育里面 是从我们的化妆品的基本的学士 然后去学习一些化妆品的一些形态的部分 然后去结合他们的应用端 也就是结合做造型 做一些服饰 然后融合起一体的部分 所以是把理论跟实际应用 把它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这次的静态展的学生呢 是从他们叫自己去研发制作一系列的化妆的一些产品 包括像化妆水乳液精华液或者是香水 那这些呢完全是同学自己去调配的一个配方 所以呢跟市面上所贩售的化妆品来讲 我们的学生的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秀的 那至于在动态的部分呢 我们有九大主题 然后我们也是融合了 现在是联合国在强调的永续经营 包括我们像有一些废物在利用 我们的一些环保的一些议题 还有一些时尚的一些议题 我们都把它融入在我们的这次的造型里面 毕业成国展也邀请了策略联盟学校的高职生 业界以及学生家长一起参与 不仅是要展现四年所学 也要共同见证同学们在大学生涯的蜕变与成长 打破传统国粹单一形体 玉达科技大学通识中心主任江明翰 将草书与多重视角融合 首创了元宇宙书法 让书法艺术进入全新维度 呈现虚拟立体感受之外 它也结合了科技成功将元宇宙书法 登上国内外的艺术平台展示 堪称是另类的台湾之光 大众熟知的草书是奔放的自由形体 但在它的笔下草书更展现多重空间 立体感受 玉达科大通识中心主任江明翰 钻研国粹艺术超过40年 有感于古今广来各种风格技巧 以表现淋漓尽致 他便尝试打破传统书法单一形体 将多重视角融合草书 首创元宇宙书法 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悬浮 或者是说立体漂流的感觉 有的时候会造成一种 好像是在造那个哈哈镜的感觉 因为那个字它有一些 会产生一些变形 那么不同的字产生不同的变形 在一个画面来讲 你好像感觉这个纸张 它好像不是一个平的 它好像是一个像哈哈镜像 它是一个有凹有凸的一个状态 发扬国粹也形成自我创作 元宇宙书法就是摆脱理论 笔法等中心思维 达到去中心化的价值 融入西方艺术概念 产生旋转漂浮无重力的样貌 另外江明翰也结合AI科技 将元宇宙书法登上 国内外艺术平台展示 像元宇宙的概念 就是虚拟的一种世界 是透过我的一种概念上面的 一种发想 然后用本质去做一个创新 因为古人的技巧都太好了 你不要想超越它了 那我的创作 我只是只要跟他们不同好了 就我这个视角就是过去 多重视角过去是没有人 没有人这样做 那我就发现了 我觉得在我的艺术生涯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也蛮幸运的 元宇宙艺术呈现多元效果 不仅开展国粹全新境遇 也落实未来科技趋势 校方预计下半年度 规划代入通事课程 为教育注入创新元素 我张飞喝酒不落人后 哥哥 我先回去了 且慢 三弟 喝酒千万别开车啊 放心 我谦卑不醉 别逞英雄 酒驾害人害己 小心被重罚判刑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 开车摊杯 保证你乐极生杯 那如何是好啊 简单 酒后回家指定驾驶 一 找家人在 二 请朋友带 三 叫小黄来 为了安全 那我还是搭小黄好了 聪明选择 酒后不开车 回家平安归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坡地高低落差大 让劳幼行动不变 新竹县的北浦 邓南光影像纪念馆 就在县补三百多万元的补助下 进行了户外空间优化工程 平整土丘铺草皮之外 也移除了67株的老病之灾 而目前施工区已经是围出了区域 室内展区则维持开放 绿色围栏一路从路口延伸到服务中心 隔开参观动线和施工区域 北浦邓南光纪念馆 进行绿美化改善工程 室内展区维持开放不受影响 目前我们邓南光影像馆前面的 这个草皮区 那获得我们县政府 三百多万的一个补助 那主要的工作项目是希望 针对邓南光前面的这个草皮 可以把所谓无障碍的一个空间 做得比较完善一点 那因为我想现在邓南光影像馆 是我们目前北浦游客服务中心的一个角色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这一个计划 把整个周边的环境做一个绿美化 那顺便把我们的人行步道的部分 可以做得更完整一点 活化闲置多年的邓南光故居 北浦乡公所三年来 找回影像纪念馆历史意义 同时在馆内设置游客服务中心 利用后方七百多坪土地 披建停车场 成功带动地方繁荣 平均每月吸引1.5万人次到访 但户外空间 木格榨使用多年坏损 知灾多有劳病 草坪区域高低波落差大 优化庭园空间 在县府三百多万补助下 户外庭园施作绿美化改善 包含移除67株老病之灾 柴花岗岩建置 人形廊道铺面 平整土丘铺地毯草皮 种石斑木 龙脖七里香和杜鹃等 桥木花卉 要让来访游客都能感受安全舒适环境 工程期间 可能动线上面会比较不方便 但是基本上不影响我们整个 邓南光影像馆的一个营运 那也希望游客有机会可以到我们这边来参观 我们常态展的一个部分 那目前现阶段是针对油缸火的 这一个系列活动的一个影像展 那也希望大家来北谱走一走 三月初开始施工 预计六月初之前就能完工 施工期间出路口 有展区后门和市员医院正门两个 游客看展不受影响 桃园市水务局推动南侃溪整治有成 为了让民众对南侃溪的历史脉络 和水文化魅力有更多的认识 出版希望南侃溪的转化与再生专书 14号在卢竹区光明公园举办新书发表会 邀请市民走读南侃水文化共同圈 卢竹区光明国小学生一起朗诵 由张婉萍同学创作的作品 到南侃溪走走吧 在学生的诠释下 呈现了南侃溪整治后 成为周边居民散步运动的好去处 希望南侃溪转化与新生的新书发表会 14号在光明公园举行 这是水务局第三本水文化专书 新书发表会邀请南侃溪文化协会 理事长高瑞玲宇潭 说说他观察到南侃溪整治的困难 和市政府的用心 我们天天把那个废水 把它排到南侃溪该不该整治 为什么为难呢 难道要罚我们社区吗 难道叫我们社区搬家吗 所以就是很难做 但是呢他还是愿意做这一件 其实如果你没有骑南侃溪 你不会知道污水下水道的工程有多重要 希望南侃溪的转化与新生新书 用文字和图片整理了南侃溪过去的污染 和整治的历程 早期农地盖工厂曾经造成南侃溪 因为缺乏规划 那把工厂就是说设在农地里 那造成很多的这个污染 像RCA那以及炉族的这个激励化工 等的这个土壤跟地下水的这个污染 还好市政府推动南侃溪整治 跨局处完成全流域治理 工厂和家庭的污水纳管 南侃溪沿岸已经有11个水质净化设施 家庭污水的接管率也从3%提升到20% 而炉族段甚至已经达到了100% 现在南侃溪面溪第一排 已经是适合居住与水共生的好地方 这几年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努力 我们已经把南侃溪的这个过去污染的 这个历史彻底的一个洗刷 那现在在南侃 还有这个沿街南侃溪的这个建筑 譬如说我们的小块溪的一个冲化 那所有的建物都是面对这个河川 面对我们南侃溪第一排是房价最高 那也就代表就是说最适合 我们民众居住的一个环境 新书发表会上透过了戏剧和原游会 带领南侃溪周边民众 用不同的方式认识南侃溪的蜕变 参加民众还可以动手创作 记录下沿岸的生态之美 也可以用文字或者是表演的方式 分享南侃溪整治后清水的好环境 新北市永和区绣廊礼办公室呢 镇养了绣廊邮局及电信局的花圃 在里长带领下设计出许多创意花圃 更有一条美丽的兰花走廊 敦气木林的同时也提升里民生活品质 永和绣廊邮局前花圃整理的整整齐齐花木浮书 不仅有盛开的薯葵花 一旁地面还有绣廊字样的拼字草地 连原本围着水塔的白铁钢架 都种上各色长寿花 看得让人心花多多开 永和绣廊礼在里长的带领下 任养里内绣廊邮局及电信局的花圃 志工分配不同时段区域 帮忙浇花除草维持美观 六十五位志工齐心协力不喊累 做好敦气木林 平常也是有轮流的来浇花 来看顾哪边脏哪边那个 我们就一起维护这样子 平常都是会有轮流的 轮流来这边照顾这些花圃 让它看起来就是绣廊礼 就是这么漂亮 整条走道的树上 还有大约五十株盛开的各色兰花 这些都是里长接收里民养不活的赠送盆栽 不花一毛钱打造出兰花走廊 活动办完了不要了 或是人家养的 养的好像觉得养不下去了 也不要了 那我先生就说是不是来给它寄养在我们绣廊礼的树上 树干上 我说这是很好的创意 就把它这样慢慢的养慢慢的养 因为想说花大家看了都会很高兴 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变成很多民众不仅是绣廊礼还有游礼的人都会来这里有休息 就是休息在这里聊天 里长不分你我协助维护公家花圃 大家有清爽的生活空间 还有美丽花朵可以欣赏 提升里民的生活品质一举数得 苗栗县公管乡特产红枣呢 去年遭到果实营严重思念 向农会最近监测就发现果实营的密度增加了 特别办理共同防治宣导 包含正确使用资裁方式 悬挂资裁注意事项 也在苗25县插旗提醒农友加入防治行列 苗栗县公管乡红枣园进入开花灼果期 而最近也正是农友们共同防治果实营的重要时刻 合会共同防治叫大家一起来防治 而且是全年性的 那有一辈老一辈的人啊 他认为说啊现在没有果 因为没有果实就没有果业 这个关键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影片的教学 然后透过我们今天这个宣导 就是要让农民一定要确确实实来做这个防治 湘农会去年起争取经费投入果实营防治 添购甲鸡丁香油 酵母球发送农友 描改厂先针对甲鸡丁香油说明指引 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直接把这个吸水的棉纸撕起来 然后沾一点点 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用六七 一瓶可以用六七个这个棉纸 然后一个幼饮盒呢 就是这样放进来 这样就很有幼饮效果了 防治第二法宝 酵母球针对磁的果实营 这个也要常常更换 这个可能一两个礼拜就要更换一次 不然虫的尸体会影响到里面的味道 那它就会造成幼饮效果变差 注意悬掉位置更新资材都能够强化防治 后续县府也会积极协助 后续今年度我们也针对这个红枣专区 向农委会争取17万的一个防治经费 那外加公管箱农会再配合7万 总共有34万 那整年度加起来经费大概90万的部分 那我们也希望配合公管箱农会 办理整个年度的一个防治 公管红枣产区约80公顷 苗25沿线插旗提醒农友 防治工作必须是共同作为 才能够有效的守护红枣的产量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 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看到高雄捷运公司 任养流浪猫蜜干 作为桥头捷运站的猫站长 因此跟猫咪结缘呼应今年虎年是猫科动物 特别就邀请国内知名的猫摄影师 在严城浦站来举办以猫为主题的摄影展 此外也与哈马新在地团体来合作 在5月底举办友善猫咪市集 无论是趴在墙上还是一些难得的瞬间表情 都被摄影师巧妙地捕捉下来 高雄间公司呼应今年虎年是猫科动物 特别邀请国内知名猫摄影师吴亦平先生 在严城浦站展出47件摄影作品 吸引不少爱猫人士潜来欣赏 都很亲切 我抱很多朋友来看 我今天也带朋友来 每一张都很有特色 所以本身喜欢吗 是 我有忙一阵子的流浪猫狗 从小到大 到现在都猫狗不离身 我们社团有PO过这个相片 就看了自己亲自来抗疫团 因为我平常来这边 都是坐公车 我从来没有坐这边捷运 所以今天PO出来看到 那我们就自己亲自过来看 对啊 自己本身亲眼看跟看照片 还是不太一样 都好可爱啊 因为我自己怕猫 可是我儿子和孙子喜欢猫 所以我拍回去给他们看 吴亦平拍摄猫咪 已经有超过20年的经验 他走访世界各地 将喵星人的各式姿态 展现在作品中 也为每件作品下了简短的注解 让人看了会醒笑 配合这次的猫摄影展 再加上猫栈长蜜干 是高杰公司领养的流浪动物 特别在5月底 与哈马辛在地团体合作 举办跟猫相关的市集系列活动 在这个月的月底 我们大概5月28号29号 我们也有跟新陈漫游这样的一个联盟 我们有出了一个呼猫市集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当时候呢 会在靠近西子湾这边 会有一个场域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相关的市集 那里面的话呢 全部都是跟猫咪有关的 像是一些罐罐啊 或者是说跟猫咪相关的一些饰品 都会在这个市集这边做贩售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几张活动 也会请大家呢 可以来认购我们的几张卡 同时来认购我们的罐罐 到时候呢 我们也通通都会捐赠给一些 爱护动物的协会 然后呢 我们就是希望说可以呼吁大家就是领养 然后不要用购买的方式 然后我们一起来照顾这些毛小孩 除了市集之外 现场也会展出讨猫抱抱摄影竞赛的得奖作品 期盼借由活动举办 传达与猫互动及饲养的相关知识 呼吁大家以领养代替购买 共同营造友善冒灭环境 随着都市发展 想采买物资 不少人都会选择到超商或超市 台中市的南屯区 就有一家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杂货店 小小店面贩卖着各种日常用品 更像是当地民众情感交流的集散地 老板娘日前开刀休养 终于在最近呢 重新开张了 大楼住宅旁屋檐下打起帐篷 一早不少民众来来往往 古色古香杂货店空间虽小 却是五脏俱全 青菜 肉类 杂粮 日常烹饪的调味品 在这里都能买到 在地经营超过60年 除了贩售日常用品 更像是附近居民情感交流的集散地 在地的味道 人情土情 我们买菜什么都是比较方便 如果没有它 我们生活就乱了 今年70岁的老板娘穿梭店里处理各项大小事 补货结账都有她一手包办 葱婆婆手上接下这家店一黄眼也已经50年 前阵子因为脚商开刀修养将近半年 近期重新开张 老顾客纷纷回来光顾 老板娘虽然腼腆话不多 却看得出她心系这家店 虽然不比超商超市 对当地人来说更像是情感的寄托 这边大家融入就像平常画家厂 贩卖感情的店就在这个地方 是个回忆 是个关心 其实不管是杂货 还是说她每个人家庭状况都会去聊 身体比较不好 这边都是会去一个算是画家厂 很好一个台湾滋补的一个典型的地方 小小的商店里老板娘生硬显得格外忙碌 助力一家子的杂货店见证风数里变迁 以她独特的方式陪伴地方成长 以上就今天的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联播网每天晚上八点 提供您最贴近迷的新闻 我们下期再会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